音樂 嗨 我是劉環霸 今天來講一下就是 之前講的都是在網路上去取得名單 取得LINE的粉絲 那今天要講的就是 怎麼樣從實體的物品上面去收集粉絲 LINE的粉絲 比如說LINE它有提供QR Code 還有它的ID 那這個QR Code印在哪些地方是比較實用 而且人家會想要加你為粉絲的 你可以想想看 假設說你在開咖啡廳好了 或是你在開餐廳好了 在什麼狀態下 人家會去掃描你的QR Code 第一個就是 它會長時間待在那個地方 不會離開 譬如說它今天喝咖啡 它不可能 咕嚕咕嚕咕嚕 幾秒鐘再喝完就走掉 不可能 它可能是慢慢喝 也許在那邊待個十分鐘 甚至比較久 甚至一個鐘頭 那它無聊的時候 它就會看一下資訊 那假設你那個杯子上面 有印你的QR Code的時候 那它就會去看那個 它可能就會去掃描那個QR Code 當然你要給它一些誘因 就是告訴它說 你今天掃描這個QR Code 對你來講有什麼好處 如果沒有的話 它為什麼要去掃QR Code 那你要告訴它 假設你今天掃描這個QR Code的話 可以立即得到今天最新的新聞 或是最新的什麼優惠消息 那你會想說 那QR Code這個東西 又不是沒有辦法換來換去對不對 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說 你直接放一個固定的QR Code 但是這個QR Code 它是掃描之後 它是連結到某一個網站 一個網址 連結到一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 你可以把它設定成一個固定網址 但是這個固定網址 它其實裡面的網頁 其實是不固定的 裡面網頁其實是不固定的 也就是說 你可以設定一個轉址 設定一個轉址 那因為一個網址 一個QR Code 它是固定的 不會常常變來變去 可是這個QR Code 它代表一個固定網址 對不對 所以你連到那個固定網址去的時候 你可以每天去更換這個網址 它連到哪一個網站去 就是做轉址就對了 如果你詳細技術不懂的話 那你可以在私底下再問我 那我們有提供這樣的課程 就是如果你是我網路行銷 藍人報的學生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怎麼做 怎麼做到轉址 這個轉址的方式 就可以讓你的QR Code都固定 可是每次進去的網頁內容都不一樣 那這就很方便 等於說你QR Code不需要換來換去 那你印在咖啡杯上面 人家喝咖啡的時候可以掃描 或者是你今天印在酒瓶上面 或者是印在鳳梨酥的包裝紙上面 玉泥酥餅等等之類 反正就是任何名產 或者是你賣的相關的東西 實體的東西上面都可以印QR Code 那這些QR Code呢 那你有一種是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連結到某一個網址去 那另外一種就是 直接連結到你的LINE 加成你的LINE的粉絲 那用法巧妙各有不同 其實如果你是連到某一個固定的網址的話 你一樣可以讓它變成你LINE的粉絲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講過 那個網址連結過去的那個網站的內容 你可以隨時去變更嘛 對不對 因為它只是一個轉址嘛 那你只要連過去那個網站 裡面是放你的QR Code 或者是放你的LINE LINE的那個按鈕 就讓人家手機一點就變成好友 變成粉絲的那個按鈕 那你是不是也一樣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 所以這個QR Code啊 其實你不需要說 一定要是LINE提供的QR Code 你甚至自己去弄一個網址 然後把這個網址呢 去產生一個QR Code出來 這也是一個很棒的方式啊 只要你會靈活運用這些網路工具的話 靈活運用非常重要 靈活運用這些網路工具 你就會發現 這些網路工具其實它不是死的 不是說我今天學了這個工具 我就只會用這個工具 今天學那個工具 我就只會用那個工具 而是你今天學了很多工具之後 你可以靈活運用 你可以靈活運用 那你怎麼樣去強化你的靈活運用的能力呢 那就是之前講到的執行力的問題 行動力的問題 如果你只是看一大堆教學 看完之後 你都沒有實際去靈活運用 那你沒有辦法融化貫通 沒有辦法融化貫通 你就沒有辦法去交叉相承 你知道嗎 沒有辦法讓每一個工具都去交叉 交叉使用 例子像我剛剛講的 短網址 你只學了短網址 可是你不知道為什麼要把融縮成短網址 然後轉址 你知道轉址這個東西 可是你不曉得到底什麼時候才需要用到轉址 那你知道QR Code 可是你不曉得原來QR Code可以自己去產生 而不是說LINE有LINE的QR Code 有固定的QR Code 或者是微信有微信自己的QR Code 那你不曉得說原來QR Code可以自己去產生 自己想要的文字內容 或者是想要的網址內容 那如果你沒有去實際運用的話 你就不會遇到那麼多問題 你沒有那麼多問題 你就不會去找解答 所以當你要用的時候 你就會很實版版的 這個老師教什麼 我大概知道 那個老師教什麼 你大概知道 可是你之後沒有辦法 像我剛剛講的 把它串起來融合運用 融合貫通 對 開啟 某欄 作為奇緣